好 现在我接着说 就是关于这个医疗 英国的这个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 先不说测试和 我先说这个医生 我看那个照片 那个媒体采访的照片 就说医疗物资非常缺乏 那么现在NHS的医生 都经常穿一个那个短袖的 他们平常做手术的那种 那种衣服 然后戴个塑料手套 胳膊这一截就露着 然后戴个口罩 然后也有个防护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screen 就是那个一个面罩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全身打扮了 我真的觉得 英国的医生也蛮可怜的 你就算 你就算没有那个全套的 那个防护服的话 你好歹给人家一个长袖的 对不对 你露一截胳膊干嘛 但是我想 我想跟医生 英国的医生说的是 如果你们真的实在 没有长袖的衣服穿的话呢 你 你哪怕穿一个布的 你里面穿一个自己的衣服 然后回家把这衣服 就洗 拿洗衣机洗了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 只要洗衣机 把这个衣服洗干净了 那个病毒是不会存在的 你好得穿一个东西啊 你这个 你如果真的只能穿短袖 那我只能劝你 就是每天回家都赶紧赶紧 回家不是说赶紧洗手的问题 而且要整个洗澡了 对吧 所以这个我挺心疼 这个英国的医生的 因为就像中国当时 在武汉的那些医生 他们资源再缺乏 他们至少还穿 当然也是冬天 冬天的这个原因 他们都是穿着长袖的 所以说 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的 就就完全不透汗的那种 NHS呢 他们没有做到这么 这么全副武装 但是我个人认为 你一个长袖衣服 应该是 应该穿一下吧 然后回家洗一下 不就行了吗 回家 每天回家洗洗澡 洗衣服嘛 对吧 因为现在也有医护人员感染 然后前几天 有这个五个公共汽车的工人 也不知道他们是司机 还是清洁工 反正也是感染 然后去世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伦敦市长 也就是说挺难过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 一直很奇怪 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坐公交 因为我 我们家就在马路边上 我每天能看到 那个公共汽车过 基本上 一个小时 比如说过个 六到十趟公共汽车 可能最多就两三个乘客 就是说那么多趟车 十趟车可能也就两三个乘客 就这样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 这个公交还是完全照常运行 它就不亏本嘛 对吧 而且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出门了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公交 比如说原来是 每八分钟一班 一般伦敦的这个公交车 都是这样 每八分钟一趟 你现在完全可以改成半小时一趟啊 因为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人出门 我像我要买菜 我都是走路过去 然后就走路回家了 我也不需要坐公交车 除非比如说就像 有就像那个 鲍里斯说的 这个伦敦的公交啊 地铁啊 都是给这个 医务人员 要上班的人开着 还有就是说那些 核心工作人员 比如说那个 建那个方舱医院的那个 方舱医院 待会我还想说 要有时间的话 建方舱医院的那些工人啊 什么的 还有包括政府上班的这些人 准备的 但是我觉得那可以 但是你没有必要 还这么频繁吗 因为没有这么多乘客 他完全可以减少这个 公交车的次数和这个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人流量 你开那么多汤 不是挺浪费的吗 而且再加上那五个 不知道是司机 还是清洁工 又去世了 感染 他肯定是在 不知道在哪里接触到 在公交车上 接触到了这个病毒 然后感染去世了 这个是个 是个坏消息 所以我觉得公交系统 应该减少这个运营的次数 来降低这个危险的程度 那同时呢 也就提醒了大家 就算出门呢 可能也要尽量少坐公交 因为连这个 公交的工作人员都感染了 所以这个坐公交 还是有危险的 但是现在呢 英国也是 很糟糕的是什么 现在民众不是 不坐公交出门了吗 他们就自己开车 他心想 我开私家车出去 总可以吧 然后最搞笑的是 上个周末 因为这个三月底了 那个春光明媚呀 这个天气暖和了嘛 然后太阳 那么漂亮 哎呀 我也搞得 我也很优惑 我也很想出去玩啊 结果呢 当时鲍里斯 星期五的时候 还特意发言说 说明天呀 这个天气好 太阳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克制住 不要出门 要避免感染 一定不要出门 结果第二天 你知道怎么着 我一看那个 媒体的各种各样的报道 全是照片 有的人在公园散步 有的人在公园健身 有的人在那 常跑 还有都是全家在那 野餐 各种各样的 在湖边的 在公园的草地上的 各种 憋不住了 尤其是有小孩的 那些家庭 全都憋不住了 都跑出来玩 然后把警察可累坏了 然后有的警察骑着马 一个一个的跑 一个一个的劝 另外的 你警察你也 不能说强行逮捕 人家对吧 因为人家比如说就是 出来玩一下什么的 那只能一个一个 挨个的劝 我觉得这些英国警察 也真可怜 哭口薄心 虽然他们政府 是给予了他们权利 就说你是可以罚款的 然后再 如果再遭遇到 你劝诫不听 然后他 反抗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逮捕的 但是说实话 英国的警察都挺nice的 就是说人挺好的 他一般也不会因为 你全家出来 逛个公园 我就把你抓起来 怎么样 所以他们还是尽量在劝媒体 媒体的报道 反正我没有看到 有一个罚款的 就基本上就是警察 在各种各样的人 在人群当中 走来走去 把我肚子都笑痛了 然后后来 到星期一的时候 开那个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然后首相府就说了 说如果我们都这么跟你说了 不许出门 你们还憋不住要出门的话 那我们只能下一步 下更加严厉的禁足令了 因为现在不是 英国下的禁足令 只是说 你可以出门去购物 买菜买肉什么的 你要吃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出门 比如说你要看医生 要拿药 这也是可以出门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必须要去工作的话 不得不去工作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出门去工作 那么还有第四条 就是这些在什么公园里面野餐 然后在公园里面跑步 或者是健身 这些人 他们用的这个 就是这个第四条 就是说你每天可以出去 健身一次 但是你的确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长跑 或者骑自行车 这都是比较安全的 对吧 因为旁边周围都没有人 但是如果你一大堆人 都聚在同一个地方 公园里面 草地上 在那健身 你说这不是 你这不是自找吗你 你这不是就想让别人 传染你是怎么样 因为都隔得很近 尤其你知道 你在运动的时候 那个呼气很厉害的 那很容易传染的 所以后来英国政府急了 这个星期就急了 就说你们 英国老百姓 要再不听话的话 你说日本老百姓 怎么那么听话 政府都不用这么费力气 人就乖乖的 乖乖的 就没有人感染 然后好 英国都已经这样了 政府都给你发80%工资了 叫你乖乖在家待着 你还要跑出来 然后政府就说了 你们要再这样的话 我们要下更加严格的封城令了 那你们就连每天一次的 允许你出来的锻炼健身 也不行了 然后我希望 政府下这个横话呢 出门的这个英国民众会少一些 会减少一下感染率 好现在回来说那个 刚才说完的那个医生的那个医疗资源不足 现在我来说为什么 很多这个 不只是国内的媒体 包括英国的很多媒体 也在那指责这个英国政府 说你们还不给发那个什么检测盒 这么多人那个轻症 在那疑似 都因为都没有办法得到检测盒 包括我那个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朋友 也是在那说你们英国政府太不像话了 你看我们德国啊 一天检测几万个 所以我们德国虽然现在确诊人数十万了 那是因为我们检测盒够啊 对吧 我们每天都检测几千几万个 你们英国倒好 到现在为止 好像最多的也就是英国 最多的一天 好像也就才检测一万人 但是呢 我上个星期的时候就看那个首席 我忘了是首席医疗官 还是首席科学官了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但是当时我看那个 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还不是特别明白 他当时说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哪一个检测 我们买了很多的检测盒 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到底是哪一种检测盒 核酸检测呢 是准确率是最高的 他说因为我们不能够把不合格的 或者是准确率很低的 核酸检测盒 发给普通大众 让国民去检测 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你不确诊吧 你还OK 你知道自己 不一定是 也有可能感染了 那你会再加自我隔离 对不对 但如果你发送了一个 不合格的 或者说检测率非常低的检测盒 然后那个老百姓一检测 我没事 我是一性 那我可以出去玩了 对吧 这样一来反而坏事 因为他会感染很多人 那么他就说 他当时就说 他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 他没有提示从哪 买来的这个核酸检测 他说我们当时买了一个 就是用其中的 比如说我们正在试验的 其中一个产品 那我们拿了四个 都已经确诊了 确诊了是感染了这个病毒的 这个四个病毒的这个case 来测试这个检测盒 结果发现 你们知道检测的正确率是多少吗 是四分之一 四个确诊的 他只检测出来一个 另外三个都显示阴性 你说这不是害死人吗 你如果把这样 75%都不合格的这个检测盒 都发给英国的民众 你这不是在检测 你这样检测还真的不如不检测呢 你这不是害人吗 那大部分感染了病毒的人 反而检测出来是阴性 那就根本没有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当时看到当时那个首席医疗官这么说 我还不是很理解 我说 我说这个检测盒 这个难道成功率还有这么低的吗 那怎么回事呢 然后后来 第二天 那个 我一看到有一条国外的新闻 我才明白过来 说西班牙就是被这个 被这些不合格的核酸检测盒给害死了 就是因为他们大批的不合格 导致于西班牙在最开始对这些人做筛查的时候 对这些感染疑似患者做筛查的时候 结果发现 就是说当时只发现了很少的一部分确诊嘛 然后就把这些人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放走了一大批实际上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是被这个检测盒给测试为阴性的 就放过了这些人 所以导致了西班牙现在的大幅度高染 然后西班牙就气死了 然后就在那里 说第一我们要退货 第二我们要索赔什么什么的 当然这是西班牙的事情 我就不继续多说了 所以我跟国内的朋友说一万遍 英国政府做的所有的一切决定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肯定是百分之九十多的正确 因为我们包括你们在内 就是我们大家都不是科学家 我们大家也都不是医学专家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 去指责这些科学家和医学专家 所做出的决定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这么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观点汇总起来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听科学家的话 一定要听医学专家的话 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 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应该做什么 而不是说一个省长 或者一个市长去告诉一个医生 你应该干什么 你不应该说什么 你应该说什么 这就是完全是反着来的 而且是酿成大祸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局面 到今天为止 到现在为止 已经全世界有133万人感染 而且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 为什么 在大部分的国家 在大部分欧洲和美 即使在欧洲和美国 还有大部分的患者 没有确诊 没有拿到这个检测和确诊 那么除了这个欧洲和美国 这些经济体 已经算是相当发达的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外 下面就是要我说 就是我要说的 美国不是第三个疫情的主战场吗 现在疫情已经转到第四 第五主战场了 第四是哪里印度 第五是哪里非洲 这两个主战场才是最最最糟糕的 为什么 我昨天看到那个 一个一个一个自媒体的那个长文 就是说印度的这个事情 然后里面有很多惊心动魄的照片 就是印度的各种 那个大城市里面的那个平民区域 你可以看到有一条 就是在那个照片 辅拍航空拍的那个 航拍的那个照片上 你可以看到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这一条线的以北 全部是高楼大厦 就像北京上海一样 超级漂亮的一个大都市 这一条线以南 全部是那种临时搭建的小窝棚 这就是印度的贫富差距 我们知道印度的贫富差距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个 这条线以南的这个窝棚这里 很多老百姓 然后当时还有那个镜头拍 还有那个视频的镜头拍 说这一栋楼 整整一栋楼啊 一栋六层的小楼 就跟中国很多地方上的那种小楼一样 六层的一个小楼 可能住了有那么几十屋人家 没有一个马桶 没有一个卫生间 说这一栋楼 也是整整一栋楼 没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能住到这种砖瓦的楼房里面的 已经算这个 已经算是这个贫民窟里面的 这个上层人士了 为什么 还有比他们更惨的 住在那种就是 简易搭的 就像国内那种塑料不搭的那种小棚子里都还有 然后那种人也都是没有 没有马桶 别踢马桶了 连厕所都没有 自来水 上面 那个 那个 那个也说了 说自来水这里每天只提供三个小时 然后你知道吗 那些贫民窟的那些人群 印度的那些人群 就密密麻麻的 挤在那个 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有的可能比如说 因为你知道印度人特别爱生小孩 一生就三四个 然后一家五一家人五六口就挤在一个 挤在一个 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说是狗窝可能都有点过分吧 但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憋屈的一个空间里面 一家人就挤在那里面 好像就只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而且关键是什么 现在印度啊 他封国了 也封城了 他这点其实做的非常好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不让这个病毒传到其他地方去 其他国家去 所以他封城封国 这个是对的 尤其是在印度这种 卫生条件这么差的国家 他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关键在于什么 他一旦这么一封 现在 你知道印度那些穷人穷到什么地步吗 我上次视频的时候 我说过这个 这个湖北曾经有一个两个孩子的爸爸 因为过完年以后 没有办法去上班 没有办法离开湖北 他就跳楼自杀了 因为他身无分文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 这个中国的这种下层平民的这么一个例子 但是你知道吗 这样的例子在印度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而且我不知道一个准确的数据 但是我觉得看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反共潮啊 那密密麻麻的人 你知道印度 印度好像是十亿人口吧 还是九亿人口现在 我觉得他至少70%到80%都是 都是这种 就是说一旦停止工作 他们就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 这样的一个阶层 然后里面有一个采访 那个正在背着包袱往回 往家乡走 他一个人要走300多公里才能够回家 因为已经封城封路了嘛 然后也没有任何公交车 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只能走路 他说我现在身上只剩多少多少卢布 然后括弧里面就说 相当于10块钱人民币 他说我现在全身只剩下10块钱了 然后我还有一百多公里 我才能走到家 希望他能用这最后的10块钱 最后走到家里 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个 真实的也是他采访到的一个人 他然后他就说 他说有一个人他要走288公里 才能够从他工作的那个城市 走回到他的老家家乡 结果他在走到235公里的时候 他走不动了 心力衰竭死掉了 死在了走回家的路上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连续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就是为了早一点回家 但是就说这样的很悲惨的例子 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发生 我是不觉得惊奇的 但是我 我觉得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其实说实话 心情非常沉重的做这一期播报的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可以看到这个疫情 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 也没有办法收拾了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感染了 你怎么控制 你控制不了了 但是就说为什么欧洲也好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我都不是太担心 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他们已经有这个全世界最最先进的医疗的这个技术和和科学和这个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吧 比如像呼吸机之类的 你在印度 你在非洲 你怎么找呼吸机啊 你连个床 定床都找不到 这些国家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一个最可怕的 当这个疫情的主战场现在转到了印度以后 这已经很可怕了 而且印度也没有那么多的测试核 他们那个测试核也 那个数字也不是很多 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找 哪个才是准确率最高的测试核呀 对不对 他们全世界也在各自研发 美国也在研发自己的那个核酸测试嘛 但是就是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又没有钱 然后人口有这么多 穷人比例又这么大 贫富差距又这么厉害 我特别觉得心酸的是 我看到有一个印度医生写的一个一段文字 然后有人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他是用英文写的推特 然后他就说 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国家 你们这些国家 印度以外的这些国家 所做的一切的这种隔离措施 比如说让大家自我隔离 不要跟别人去接触 每天回家以后洗手 自己在一个独立的房间里面 不要出门 你们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富人的权利 就是说在这些东西 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普通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回家洗个手 然后出门戴个口罩 然后那个不出门的话 就自己在家自我隔离 如果有症状的话 那个印度医生说的非常对 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实 在这些印度的贫民窟里面 生活的人群 他们上哪去找水去洗手啊 他们怎么 他们住的秘密 妈妈怎么跟人家保持两米的距离啊 他们不去上班 哪有钱待在家里啊 连吃的都没有 所以在我们 我们这些人看来 一切都是很正常的这些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是 渴望而不可及的 是一种巨大的奢侈 别忘了这还是印度 它还不是最穷的 最穷的是哪里 是非洲呀 现在非洲已经开始有 有各个国家都感染了 我今天看到的那个最新的数据 说现在全世界只有五个国家 还没有感染 也就是说全世界 绝大多数的 除了我不知道现在全球 一共有多少个国家 我是个 那个那个地理学的不好 可能两百三百个国家吧 减去五 就是现在所有的国家 都已经有这个确诊的病例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病本来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了 只要有第一例 就不可能只有这一例 它肯定已经传出去了 只不过说这一个人被确诊了而已 不可能说这一个人 是这个国家第一个被感染的人 因为不可能那么巧 他第一个被感染 他就被确诊了 说明这个病毒 已经在这个国家散布开了 那么这个人 只是被发现的第一个人而已 所以当如果现在 现在当疫情转战到印度的时候 已经很难收拾了 但是下一个疫情的爆发的主战场 就是非洲 非洲是最可怕的 因为非洲的经济 还有这个医疗条件 各方面都是最差最差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前两天 转发那个张伦教授 法国大学的张伦教授的那个文章 他当时就把这一场疫情 比喻成 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时可能 大家可能还觉得 他是不是严过其实 现在我告诉你 这可能比第三次世界大战 更加严重 因为就算是一战 二战死了很多人 但是那些人是可以控制的 就说只要我们不打仗 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对不对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有的国家都是被动的 不是说我只要停战了 这个病毒 他就不感染人了 我们现在拿他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个病毒就是在蔓延 在肆虐整个全球 所以性侵蛮沉重的 然后最后呢 我要说一下 就是我知道 国内有很多的人不喜欢我 然后有很多的五毛 在那里骂我 我都不在乎 但是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 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前吧 我本来从来没有关注 我不看方方的那些日记 我之前说过 我不喜欢他写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支持他发生的 这个自由 但是不代表 我觉得他写的好 我觉得他写的没有 那个武汉的诗人 萧音写的好 那么我要说的是呢 我大概几天前看到 微博上 虽然我现在已经被禁言了 还是有人在cue我 莫名其妙的 然后就cue我 然后其中有一个 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 纽约蓝蓝 伦敦的钟伊林 和武汉的方方 你们仨怎么怎么样 他把我们三个人 并列在一起 把纽约的一个叫 蓝蓝的一个女作家 和我在伦敦 和武汉的这个 著名的方方 把我们三个 而且我们三个都是女的 好奇怪哦 这三个在这写字的人 都是女的 把我们这三个女作家 cue在一起 说你们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 因为看到有一条 这个有一个五毛 这个微博 up了我 我才注意到 除了方方以外的 原来还有一个叫蓝蓝的人 然后我上网一搜 这个蓝蓝是谁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他写的东西啊 我上网一搜蓝蓝蓝是谁 我立刻觉得好恐怖哦 因为我是在上个星期 收到这个五毛网友的 这个评论的 你记住啊 他cute了我们三个人 蓝蓝 纽约的蓝蓝 伦敦的钟义林 和武汉的方方 好了 我一搜蓝蓝是谁呀 蓝蓝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 因为我搜到的第一条新闻 就是财新发的新闻 说我们非常悲痛的 这个宣告 这个 这个纽约的蓝蓝 这个女士 她的在我们财新上的 这个博客呢 今天不得不停更了 因为我们刚刚接到消息呢 她出车祸去世了 然后我赶紧又搜 什么车祸呀 怎么回事啊 最开始我还以为 她是自己开车呢 然后被其他车撞到了 然后呢 后来搜出来 她是怎么死的呢 她不是一直在写 纽约日记吗 疫情日记 而且据说她那个 她宣传力比我大得多 因为我在微博 只有八万粉丝 然后我的微信公众号 当时只有一千多人关注 到现在为止也就 还没到两千人关注 所以我的理想力 影响力 其实在他们三个人当中 是最小的 就是方方美 每篇的公众号 差不多上百万人读 对吧 纽约男男是几十万 她每篇那个疫情日记 在纽约的疫情日记 是几十万人读 我的话 我微博上一篇 帖子什么的 也就是个七八万的样子 因为我八万粉丝嘛 然后在微信公众号上 也没有到现在为止 没有过过一万 都是几千 我的那个阅读量 都是几千 那个公众号的文章 所以我 我的知名度 本来是在这三个人当中 最低的 但是我一看 纽约这个男男 你知道她是怎么车祸死的吗 我最开始以为 她是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 后来发现不是 是她走在那个纽约市 我忘了具体叫什么位置了 反正就是好像是 快要过桥 过一个什么桥的时候 被一辆大货车 是一辆货车 就是装箱子的那种 集装箱的那种大货车 然后一转弯 把它给撞到了 她在走路哦 然后莫名其妙 被一个货车给撞死了 看了这个新闻 我觉得我有必要 我还有五分钟这个视频 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觉得我有必要 在今天这个 伦敦 素颜新闻播报的结尾 我要郑重的声明 第一 我很少出门 而且我出门 必坐公交 我不会开车 我在英国自己 从来不开车 所以 一般来说 公交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 我的人身安全 在公交上 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 我现在基本上 是闭门不出 我每个星期 只出门买一趟菜 而且我去的那个超市 就在我们家旁边 所以我也不太可能 在某个拐弯的时候 被什么车撞到 除非他是故意要撞我 除非我走在人行道上 那个车故意要撞我 那谁也躲不掉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记住我 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万一我有什么任何意外的话 那都不是意外 我就是要特别声明这一点 还有我是一个天性 非常乐观的人 我不怕任何人骂 也不怕任何人指责 你随便怎么样 都不可能打到我 我是一个非常 非常自信 而且非常乐观 非常乐天的一个人 我没有抑郁症 所以我绝对不可能自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突然不发声了 或者说 如果你突然发现 我不更新公众号了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我的公众号被封了 然后我没法说话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 对吧 因为我现在微博 已经被封了 如果你在把我的微信 微信公众号也封掉的话 那我就没法发声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 我哪一天不更新 我的公众号了 那肯定百分百 我被禁言了 或者是被封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的人身安全 但是如果万一 哪一天你看到什么新闻 说在伦敦的这个五毛 不是他们叫我什么 他们叫我公知 对对对 在伦敦 如果有哪一天 你们看到有新闻说 在伦敦的这个公知中营 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 请相信 那一定不是以外 我已经做好这个声明了吧 我第一绝对不可能自杀 第二我每天 我不是 我每个星期只去一次超市 然后那个步行 在我们家门口那个超市 所以我不太可能 去很远的地方 当然偶尔的 我会去一趟唐人街 但是那个可能一个月一次 我会去一趟唐人街 而且我只要去唐人街 或者任何出门 我都是坐公交的 因为我自己不会开车 我不是不会开车 我有驾照 但是我在英国从来不开车 因为他们是左行道 我开不惯 我在国内的时候开右边 所以请记住 对于我以后的任何安危 不存在意外 请一定要做一个阴谋论者 当然了 我相信呢 我的知名度没有那么大 还不至于到有人来 害我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声明一下 就说我第一 我永远不可能自杀 第二我也不太可能遇到任何的交通事故和意外 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任何的事情 那不是意外 那一定不是意外 如果是那样的话 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然后替我讨回公道 当然我再重申一遍 我个人认为 我不会有任何人身安全问题 因为毕竟 我是在伦敦 好 今天的播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赏 也希望武汉的方方能够自己保重 当然我知道她的知名度要远远比我高很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她的个人安危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至于纽约的男男呢 我们希望她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端好好安息 希望那只是一个意外吧 今天就说这些 大家再见 拜拜